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上线后好评不断 第一季的优点都得以缠成 但又融入了新的亮点 再比者看来 时光音乐会二之所以能够获得清一色的好评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节目制作成意满满 依旧延续第一季温暖治愈的格调 嘉宾和歌曲选择都非常走心 与节目完美匹配 整个录制场地 在一颗巨大的银杏鼓树下 一地的金黄落叶 满满的治愈感 其二 音乐是节目绝对的主角 不去搞花里胡哨的舞美 不去硬拗所谓的综艺感 大家围在一起快乐唱歌 用音乐治愈观众 歌手各个实力能大 惊奇在大家的演艺下焕发出新的声明力 其三 嘉宾在一起的氛围感非常好 客战主持人的周深很好地带动了现场的气氛 田振和孙岳 这两位大姐大有梗有料 大家一起舒舒服服地聊音乐和背后的故事 不煽情 不做作 不可刻意地制造矛盾冲突 节目观感非常舒适 八位歌手手期节目都纷纷放大招 惊奇一手接着一手 葵一杀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让人仿佛看到了华语乐坛最美好的时代 梁勇琪 丹小贵 第一位灯台演唱的就是梁勇琪 唱歌26年的她 甜美的声线让人记忆有心 扩别舞台多年的梁勇琪 用一首《胆小贵》打开观众的记忆闸门 这首歌曲发表于1998年 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在念书 或者是享受着初恋的美好时光 时光似乎没有在梁勇琪的脸上留下痕迹 她的甜丧还是杀伤力十足 少女音色瞬间唤醒年少的回忆 听了让人回想起青春和初恋的种种美好 阿渡 她一定很爱你 第二位登场的歌手阿渡 她带来的歌曲是 她一定很爱你 一开口就是满满的青春回忆 沙哑的嗓音丝毫没有改变 和之前磁带里听的一模一样 极具辨识度和穿透力 阿渡属于初道季巅峰 当年的歌曲霍遍大江南北 遗憾的是 沉迷后的阿渡突然消失在公众视野 感谢时光音乐混2节目组 让观众可以再次聆听阿渡的音乐 不管时光怎么改变 阿渡的歌曲在乐坛依旧是读书一支 现在听来的依旧经典 邓紫棋很久以后 第三位上场的是全能创作歌手邓紫棋 首位登上香港红刊体育馆开唱的90后女歌手 也是湖南卫士的老朋友 邓紫棋凭借《我是歌手》而快速出圈 时隔八年 重返湖南卫士殷踪节目 邓紫棋没有让人失望 演唱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邓紫棋带来歌曲很久以后 唱的是分手后走出失恋的心路历程 历经八年沉淀 邓紫棋的演唱更成熟了 不再一味地飙高音 娓娓到来反而更具阵舍利 孙悦 快乐指南 第四位登台演唱的是歌手孙悦 一首快乐指南带动全场的气氛 唱功和舞台表现都是无可挑剔 这也是首期节目中反差最大的一个舞台 听着旋律让人忍不住 跟着一起舞动 孙悦付出后 收到了很多殷宗节目的邀请 浪姐 节目的网传名单 每一次也少不了她 但孙悦毅然决然选择了时光音乐会 很显然 她和这档节目的气质是相契合的 她大大咧咧的性格 也让节目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 田振 执着 第五位登场的是歌坛大姐大田振 一首执着将回忆沙拉满 声音独特且有力 气场依旧那么强大 不管淡初乐坛多久 只要田振一开仓 歌声似乎就告诉你 老娘回来了 观众的青春也跟着回来了 田振的声音真的是太有辨识度了 执着的歌声里 能够让人听到人生的起起伏伏 歌词狠狠地刻在DNA里 这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湖南为谁太懂得观众的喜好了 田振回归让人瞬间破防 节目准备的意外惊喜 让田振不累了 而观众也为田振流下了时光的眼泪 胡夏 爱夏 第六位出场的是歌手胡夏 上一季是飞行嘉宾 这一季终于是常驻嘉宾 她和这档节目的气质非常搭配 一首爱夏美美到来 声音纯粹而温柔 听了让人感觉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 胡夏选择这一首歌曲也非常有深意 这是她2010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传记中的歌曲 该歌曲也讲述了胡夏父母的爱情故事 胡夏小明 胡爱夏 就藏着爸爸对妈妈的爱 张栋梁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第七位登场的是歌手张栋梁 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当年同样是火遍大街小巷 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能够背诵下来全部的歌词 时隔多年后 张栋梁一开口就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还是那许熙的旋律 还是那熟悉的面庞 藏着青春里的故事片段也再次浮现在眼前 周深 光亮 第八位出场的是歌手周深 他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 光亮 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深的舞台呈现 又温柔 又有力量 整个歌曲大气磅礴 与金灿灿的背景格外相称 细节的部分直接升华了主题 歌曲唱出了直面风雨 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给人满满向上的能量 周深和时光音乐会二的相遇 真的是一场双赢的合作 节目让更多的人看到周深的舞台和能力 周深也用自己的歌声回馈观众 还顺便客串了主持人 整个主持过程大方得体 笑点和泪点兼具 周深真的应该多多参加湖南美食的音宗 时光音乐会二 首播就拉门了期待值 湖南卫视出手就是网站 节目温暖治愈 有欢笑也有泪水 满足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视听需求 后续节目更加让人期待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